高耸的雪山陡坡俯重我的下 靠着强大的肌耐力和身体的控制能力 在各个奇门间巧妙地穿越 高山滑雪中的渠道比赛 一向是冬季奥运最具观赏性的项目之一 来自台湾的17岁年轻好手唐宁谦 在2022年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中 一口气取得大渠道和小渠道 两个项目的参赛资格 将要代表台湾出赛 对 下来一点 对对 然后给他后面 给他看一下后面 所以这国徽到处都是嘛 然后还有他的侧面 2019年起 唐宁谦就开始代表台湾出征国际赛事 但2020年 全球受到新冠肺炎的疫情影响 取得赛事被迫中断或延赛 就算能参赛 各国的隔离政策又不尽相同 最长曾经有长达45天不能回家 加上比赛期间一次又一次的筛检过程 不但难以顺利备战 更吃尽了苦痛 那时候我们出去45天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疫情还没有 连疫苗都还没有 我们是每隔一天 几乎三天要测一次 所以每一天除了滑雪以外 还要找地方测 怎么去做这个快塞 对PCR或者是这个antigen这种东西 所以每三天啊 所以等于在欧洲的这些大街小巷 大城小城里面我们都去过 虽然隔离与筛检的过程很辛苦 但是唐宁千四处征战 并不孤单 因为有父亲唐卫祖一路陪着他 唐卫祖除了是父亲 另外还身兼教练的角色 唐卫祖曾在1988年以及1992年 两度代表台湾参加过冬季奥运 更是用他自己的经验 提醒儿子 想要一圆奥运梦 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是运动员出生的 运动员只要忍一忍 这个痛苦一下就过去了 在练的时候大家都会痛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 能够让他做运动员 能够得到的一个经验 为了要拼奥运 唐宁千在各地参加赛事累积积分 各地的侨胞都会把握机会前往加油 而他们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终于在2020年底 顺利拿下北京奥运的参赛资格 能代表台湾参加这届冬季奥运会 我们最后的一个比赛 谢谢当地的华侨 给了我们20面的这个国旗 小国旗 所以呢 在这个终点的时候 我们就把国旗插得到处做死 当然我们也要小心 有一些比赛里面是不能乱插的 插下去这个比赛会失格 唐宁千在大渠道和小渠道 两个项目都拿到门票 但这两项比赛 其实有很大的差异 不但竞赛的地形和坡度不同 集门的数量和赛道的设置也很不一样 除了考验技术之外 更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 因为像小渠道和大渠道 阿雪除了技术以外 还要有记性 你要能够把第一根旗门 接到最后一根旗门 这个旗门可以从三十几个 一直到七八十个 九十个都有可能 就看波场 有别于欧美国家 往往是一个大部队 教练们可以分工指导选手 唐家副子党 两人走天下 双方除了是教练跟选手的身份之外 更是赛场上的最佳战友 这个尺就是一个小渠道的尺 平常在设定旗门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这个旗门大概 在这个坡 我大概要用十米的回转半径 我就可以拉 这个尺是十五米 然后呢 我跟林谦一起看旗门的时候 别的教练要比赛以前插的旗门 我可以去插 量一下 你这个 今天比赛的距离大概都是多少 心里就比较有准备 从自己参加比赛到现在带着儿子上场 唐伟组已经成为国内高山滑雪运动的专家 也趁机分享了他手边的柯西桃娃 让大家能够更认识这项运动 那插旗门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 这一根 这个电钻头 这个电钻头 你看他 看不要看他电钻头 其实他蛮有学问的 这个电钻头有不同的size 因为他的底座是不同的size 所以我们平常会带不同的size 这个是35厘米 35mm 有40mm 那有40mm 41mm 也有30mm 鑽这个旗门也有一些技巧 你在鑽的时候你要从 你仍要站在坡的下面去鑽它 因为如果站在坡的上面鑽它 那个旗门插进去是歪的 那插进去的时候就是倒刺 你看到他进去的时候 这个就是35厘米 然后这就有倒刺 那这个倒刺他就比较不会爬出去 所以这个杆子就这个样子 然后这根是因为它是会动的 你去打到它它就会跑掉 对对对对 那这个 你看这个地方呢 它也有不同的size 像我们算是成人的是30个 30个厘米 然后小孩子是27 高杀滑雪比赛几乎是欧美选手的天下 台湾一娜唐宁谦想要站上颁奖台的机会是 的回呼其微 但能在奥运殿堂上跟顶尖的滑雪 高什么过招 对他来说就是最棒的成就 高山滑雪是将速度与技巧完美融合的一项 高山滑雪是将速度与技巧完美融合的一项 运动更是冬季奥运会上最受人瞩目的项目之一 唐家滑雪副资党透过持续的努力 即将要携手站上奥运舞台 期盼在疫情控制旅游解封后 更多民众也能在雪白的世界里自意享受 一起来感受滑雪运动的迷人魅力